作词 李宗盛 欢迎各位再次收看 胡福奇手头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 这是我们1789集的节目 今天给大家分享变形金刚第二集 Revenge of the Fallen的魂想 这个玩具有点点故事 它是我在去年春节左右 有一位同好他大脱坑 然后我当时跟他一口气买的 应该是52个变形金刚 那很多都是电影前三部的玩具 那我最后自己只留了大概十来个 然后这就是属于那一波里头 十来个玩具的其中一个了 过了一年之后呢 我才把它拿出来开箱 那么我记得呢 更久之前的话呢 我应该有做过这一款玩具的 绿色的版本 那我已经忘记它的名字了 没有关系 各位如果还记得的话呢 可以给我科普一下 叫你们科普我自己的影片 这个人到底有什么问题 它这款魂想 以做工来讲的话呢 我个人觉得 在电影前三集的玩具 甚至是前两集的玩具里头 它真的是属于比较差的 第一它的漆的话呢 其实上的没有说到非常的好 它脸上的这个银色的漆面呢 我觉得有一点点的小瑕疵 还有它的这个部件啊 比较容易去喷溅 它是有时候变形的 一个不小心 那个这个就滑出来了啊 好吧 然后呢 身上的一些设计来说 变形的时候 如果你变形的手法不太对的话呢 因为球关呢 远固也是容易去做一个喷溅的啊 所以把玩上呢 有稍稍有一点点的 小小的不爽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啊 它的膝盖的这个球关 我这一款的话 也稍微有一点偏软 这个地方打毛钉 这个地方也是有一点点的 不是很坚挺的感觉啊 说起来好像这个叫毛病很多啊 确实 如果你是前两集的玩具来说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首先的话呢 那它的面部呢 它这个眼珠子应该算是 有一点是假面骑士 那种昆虫眼的感觉 对不对 那它的胸口的话呢 这个造型我就很喜欢 它是一个车头啊 组合过来的 也完全是一个破碎的一个设计了 手部的话呢 前后360度的转动啊 是没有问题的啊 手臂的话 也可以做一个平举 额头肌的话呢 是用这个球形关节啊 代替手肘还有额头肌 然后这个 肩上这个轮胎的话呢 你可以摆成直的啊 你也可以摆斜一个角度 所以你可以往后面 推一点点都可以啊 你摆出一个 你喜欢的一个动作啊 那身上的橘色的话呢 算是比较 有点山寨的一个感觉啊 整体来说 以前两集的玩具呢 它并不是一个 非常优秀的一个 一个一个总体表现了啊 那脚的可动比较好啊 这个地方的话呢 脚前后左右踢都没有问题 然后它的这个 框布的关节是比较偏紧的 但是呢 整体来说 嗯 球关的大量使用 还是让人觉得 把玩起来有点不安啊 那我们来示范一下 这款回响的变形过程啊 其实呢 它的设计还不赖 但是呢 它的球关呢 会严重的影响到 你变形把玩的乐趣啊 先把腹部这个缺口给打开 然后呢 把这个手臂的话呢 往上转一点点 然后揪入这个地方 直接往后面推过来 到这里 你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 咖啡色的凸跟凹啊 这里要做一个组合扣进去 以及呢 我们把它的这个手臂 转成这个方向啊 推到这边 这个就是形成车子的一个后半部了啊 我们继续往前面推到这里 把它呢 这个地方啊 到时候是 记得把这里给扣进去 那另外一侧也是一样的啊 我们可以先把手臂呢 往上转一点 然后卡住这个地方 往后面整个推过来 推过来到这边 到这里的时候呢 你可以把这个胳膊的话 转一下到这里 然后呢 就两个手臂呢 彼此做一个组合 以及轮胎呢 也做一个组合 这个组合的话呢 有时候吧 有时候是要碰一点运气的啊 那这个地方啊 你可以看到啊 这两个地方组合的时候呢 它呢 上面是两个球关 如果说你转的方向 太过于偏差的话呢 可能导致于上面的球关呢 会去脱落掉 当然在车子状态下呢 它是不会 不会飞出去了 但是你变回人的时候呢 它就手就散掉了啊 可以跟各位提一下 那这个手臂就算变完了啊 然后呢 胸甲的部分呢 是透过这个地方的 这个双动关节啊 我们直接往前面 推过来就可以了 这个胸甲倒是没什么问题啊 那这款玩具的一个毛病之一 就是它的球关 有时候偏松之外 它的有一些地方呢 过紧 那导致于说呢 你在施力的时候 一个不小心施力过猛 一扯啊 就把它的这个球关给扯掉了啊 这个是很很奇特的一个一个一个现象 那这个脚后跟收进去 然后脚掌是往前面放啊 往前面放进来 这里往前面放进来 然后呢 就是两脚呢 做个简单的小合并 简单的小合并 这个合并的话也是有点 因为看的不是很清楚 然后就把它塞到前方这里来 这样子把它给塞进去 塞进去的时候呢 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啊 有个缺口 把它给扣上去啊 扣上去 那变形的时候呢 因为呢 我是已经有稍微补偿一下 这个部件啊 让它不会容易往下掉 不然的话呢 第一次变形的时候 其实它是还蛮容易去喷溅的啊 喷的我是不要不要的啊 而它的载具呢 有一个很大的毛病 就是它没有一个旁边的支撑的架子 所以它就是直接就翻车 翻车给我们看啊 这个是就很奇怪啊 为什么会没有啊 还是说我没有找到 anyway 然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两手 本来不对称的造型嘛 那一侧的手炮呢 就会变成单边的排气管 那滚动性当然是很好啦 没有什么问题啦 前方这个可以转动 转动的话呢 它就是 你推车的时候 它就自己会往旁边过去啊 然后轮胎啊 单独来看啊 滚动性都还是相当相当可以的 狂派的一个标志 前面呢 这个龙头的这个地方的话呢 它是有一个一标板啊 但是你两侧的话呢 你要稍微推一下 才能够形成这个形状 然后是一个橘和蓝的一个组合 26号的一个跑车 那么这款混响的话呢 在第三集的时候呢 它有这个Basic Human Alliance 就是基础联盟级的玩具 那款做得非常精彩 但说实在话 第三集的基础联盟级的话呢 我真的是一款都没有收 现在想要回头追 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了 毕竟当年的话呢 这些都是电影里头呢 没有出现的角色 我就当时的那个经济状况 也没有那么好吧 就没有能力呢 去收这一些 那现在的话呢 想要再追 真的是非常不容易了 那包括像今天这个混响之类啊 其实有很多前几集的玩具 它是可能都是 有玩具 但是电影没有出现 但是他们都是在一些 补玩的漫画里头啊 或者是一些电影的 其他设定集里头 都是有出现的 那各位有兴趣的话呢 也可以去看一下 恶术托马斯啊 它的一个变形金刚电影的解说 它做了很多彩蛋的补充啊 那真的 我也是从中吸收到很多的 哦 原来还有这么多有趣的设定啊 非常感谢啊 那今天的话呢 就给各位分享到这边 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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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